《朝鮮國家電視台》11月15日報導稱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指導了自殺式無人機測試 並下令大規模生產這種空中武器 朝中社發布了金正恩視察的照片 並援引金正恩的話說 全球範圍內將無人機用於軍事目的競爭正在加速 各國軍事當局可能都認同無人機 在各種規模衝突中取得的成功 這種無人機可攜帶炸藥並撞向敵方目標 實際上充當了制度導彈 在俄烏衝突和中東戰場被廣泛使用 金正恩還聲稱 朝鮮有充分的可能和潛力生產各種無人機 並能尋找結合新戰術步驟的戰法 滿足現代化戰爭的要求 今年早前在朝鮮和俄羅斯的軍事合作迅速發展之際 金正恩曾指導過自殺式無人機的測試 感引發了朝鮮是否從俄羅斯獲得軍事技術幫助的質疑 在朝鮮是否從俄羅斯獲得軍事技術 在朝鮮是否從俄羅斯獲得軍事技術